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习惯了黑的玄髓 白变也无为 人心坠的迂回 找了谁 我告诉你自己凭着感觉 一直从就试着创造历史 流放着的头泪 藏着寂寞的范围 无法高山或脚壁 我都想今天动地每个目的 没攻击才会让我更尽忧 曲线相索 没妥协 以为是有所谓 是你的 我不属于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没见你我是谁 你拿着我的载货 我的所有注意力 没有你的我是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那是死的傀儡 有多温度的体会 难道你不再是黑白灰 你拿走我的白灰 我的所有注意力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不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我是谁 我们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啊 只要你好 我们就都很好 不要再怪自己了 我们马家军 永远忠于马郡主 忠诚之心天地可见 不报马家之仇 誓不为人 你们 你们真是让我羞愧的无敌自容了 哎呀郡主 我 不过 郡主 我说啊 刚才你要砍了老马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 不过更过分的是你 就是 你竟然把我们家郡主 直接扔到水里 我 你真是 太过分了 摘星 我也是于心不忍 但是为了你好 我只有忍痛了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等一下 你想干什么 降令在此 命你二人 立刻交几球一日水里 是 满天星 你喊大哥 杀 你要干什么 下水了 神星 你 你 马斩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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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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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早朝大臣上奏 说弃坛新大王要登基 特派使节 送来了请帖 这本该是个喜事 可是朕就是觉得不舒坦 朕听闻新王 曾在前朝做过质子多年 可否属实啊 回父皇的确如此 但是咱们也不用岂仁忧天 毕竟这晋国并非弃坛盟国 此次也并未受邀 言之有利 也许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 让朕隐隐地觉得不安哪 伯王 朕命你 明日启程前往祁坛 除了参加他们的登基大典祝贺外 你要替朕 好好地确定他们新王的心意 就让叶煞还有友真 与你同行 儿臣遵旨 启离晋王 马郡主求见 马宅兴参见晋王 宅兴自从踏入太原以来 一再酿下大错 郡主可知 唐行苑失职的首位 下场如何 本王下令严惩 账责二十 罪魁祸首是我 恳请晋王 谨降罪于摘行义人 不要牵连无辜 你 和那个混小子很像 重情重义 将自己身边的人 看得比自己还重 宁愿自己受罚 也不愿意看他人受过 这样的竹帅 容易深得人心 但却很难率军 打下胜仗 因为你们顾虑太多 本王驰骋杀场多年 他从心里 唯一敬佩的主帅 是敌军的伯王 因为他的心 够坚定 战场上 死亡和恐惧无所不在 唯有做到无牵无挂 才能冷静判断大局 下达正确的军令 一旦心有牵绊 那 便是打败仗的开始 伯王 是我见过这世上 最冷血的人 战场之上一旦失误 付出的代价 便是万钱性命 所以本王不容许犯错 但 本王 愿开特例 让郡主 戴罪立功 多谢晋王 摘兴定弥补之前的过错 请起来说话 眼前有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同时 也非郡主不可 不许犯了 郡主认识契谈的宝纳公主 且交情颇厚 本王希望你们 能够想办法破坏 戒兵盟约 郡主若是答应 一来 可戴罪立功 二来 成功破坏戒兵 郡主渴望发兵攻敌的日子 就不远了 摘兴亦不容辞 定不负晋王所托 别答应得太快 此行尚有一大难关 郡主极有可能 见到渤王 他们是登基大典上的贵客 郡主此行 必应以大局为重 纵然仇敌渤王在前 亦不可贸然刀剑相向 坏了之后 本王与契谈交好的机会 摘兴铭记在心 本王会告知郡主全盘计划 不过 郡主若是反悔 本王也不勉强 纵然危机重重 也必须铤而走险 摘兴愿意放手一搏 大话本王听多了 郡主得拿出行动 来证明决心 世子 你这么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踱步的矫程 都可以绕太原城 一两圈了 摘兴都已经过去 好几个时辰了 一定是那个老头 为难他了 别看那个老头 平时一副 道梦岸然的样子 骨子里绝情得很 不 不行 我得去找他 世子 世子 世 我没事 别再为我闹事了 在门外 就听见了你在骂你爹 世上有你这种儿子吗 郡主 还好你回来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世子他可能要把 整个晋王宫都给烧了 怎么会有助寿面啊 开不开心 惊不惊喜 你怎么没告诉我 今天也是你娘的生辰啊 不过还好 马静告诉我了 所以我就让大总管 多准备了一份 谢谢你 姬冲 我娘若是在天有灵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扎兴 那个老头 没有为难你吧 晋王 给了我戴罪立功的机会 明日出发 前去弃坛 出席新大王的登基大典 借机破坏戒兵盟约 那太好了 凭借郡主跟公主的交情 还有公主的正义感 如果她知道 博王这么对你的话 一定会出手相助的 我反对 马扎兴 那个老头现在 在给你出大难题 既然两国已经签订盟约 怎么可能会凭 宝纳公主的正义感 还有几句话就翻盘呀 你们两个想得 也太天真了吧 宝纳 只是我此行的敲门砖 并非晋王 逆转局势的计划 那老头的计划是什么 赞不奉告 赞不奉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看来那个老头还真是变了 不仅破天荒给你赎罪的机会 还告诉你通盘的计划 好吧 计划我就不问了 我也同意你去 不过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此行 你一定会见到渤王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 根本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他 难道你想依乱及时 自寻此路 郡主 我觉得世子说得挺对的 你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怎么面对渤王 等我准备好 那得等到何年何月 命运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就让狼仔离开了我 让我知道了楚奎的阴谋 有没有准备好 有何差别 只能面对 若是依你们所言 那我现在只能待在博王府 傻傻地活在博王的谎言里 为了我爹 为了马家军 为了晋国 我非去不可 好 那我就陪你一起去 早就算上你了 此行 非世子不可 早就算上你了 启离主子 明日一早 便可启程去汽谈木叶山 此次 你跟海蝶随行 闻眼留下 是 主子 你为了晋词 你会呈现 你跟海蝶行 你让海蝶行 跟海蝶行 我曾经拥有 习惯 你为了晋词 你为了晋词 你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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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前面赶一会儿路 就到木叶山了 我不饿 不吃饱怎么打仗 就算兵书上没有说 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军主 军主快看 好头鱼 是 这鱼还能这样 我这辈子第一次见上你 这不会是什么凶兆吧 难道我们 别迷信了 准备上路 是 我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瞧我这种臭嘴 怎么这么慢啊 摘鱼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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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你怎么会跟这个家伙在一起啊 要是让伯王哥哥知道了 他肯定会吃醋的 公主 摘鱼恳求你一件事 希望公主可以答应 摘鱼姐姐 你不要这样 你跟我何须这么见外 有话好好说 看你这副模样 本公主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跟伯王哥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 我来说 没想到一直以来 伯王都这样欺瞒着你 让你无知地爱着他 你被他利用欺骗 摘鱼姐姐 很痛苦吧 痛不欲生的感觉 我经历了很多次 我娘去世时 逼走狼仔时 我爹被害时 还有这次 公主 别哭了 摘鱼姐姐 你跟他有那么多的回忆 你这么深爱着他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一想到 我还爱过这样的伯王 我就觉得好丢脸 没想到 他是这么厚颜无耻的 双面人 伯王对我而言 只是仇人 再无其他 摘鱼姐姐 宝纳的命是你救的 以后你就是宝纳的姐姐 我就是姐姐的亲人 宝纳 谢谢你 既然都是姐妹了 还有什么好谢的 公主 摘鱼能有你这样的好姐妹 那报仇就不是空谈了 事实上 我们今日前来 就是盼望公主 能够仗义相助 引荐我们 见你王兄 你们要见王兄 邦纳公主 我们此次前来 目的 就是想要阻止大王借兵 我王兄是很疼我 没错 但是借兵盟约一开始 是我朝着父王答应 最后父王和八部首领 一致同意 如今要毁约 这难度真的很大 不过 引荐你们见王兄 这点能耐 本公主还是有的 来人 这家伙姓上 好像不应该这么称呼堂堂的 晋国世子 但本公主就是改不了口 心上她让我准备侍女 还有勇士的衣服 一开始我还想不明白 但现在我都懂了 晋国非蒙古 我们想要潜入契坛 得隐藏我们的身份才安全 还是你想得周到 好 我让人带你们到隐秘的地方 换衣服 等换完装之后 我就带你们去见王兄 走 三哥 穿过前方这片树林不远 就是木叶山 新王大典 就是在这木叶山下 隆重举行的 不忘殿下 四殿下 我们所成芝麻一显疲惫 要不然我们先歇息片刻 入夜再出发吧 不行不行不行 他们最尊重太阳了 咱们要是 太阳落山以后才到的话 他们恐怕会笑话咱们的 原来还有这种事 当初送你当质子 本王坚决反对 眼下看来 父皇还真是做了对的决定 也对 不过 这还得感谢那老汽潭王 那老汽潭王的儿子 曾在前朝当过质子 所以才能够将心比心吧 以前那宝纳 每次欺负我的时候 还好有老汽潭王在 他每次都能明察秋毫 丝毫不会偏袋 三哥 反正这回出行 不管出了什么事 都包在四弟身上 就算那个宝纳捣乱 四弟也能让他老老实实 你呢 就好好地 安心地做新王的座上兵 莫香 在 传令下去 让大家伙 在这休息片刻 一个时辰以后 咱们整军启程 觐见新王 是 四殿下 攻 三哥 这一次 你就带着你的那些战狼 去前方树林里放放风 打打猎 总之 这一次出行 你就全当是来 游山玩水的 四弟一番心意 三哥就确直不攻了 你们两个装扮起来还挺有样子的嘛 走吧 走 这一把人还挺精神 你看我穿这这 挺好 还挺像七堂兵的吧 公主 敬备 保护主主 在 保护主主 保护主主 保护公主 保护主主 你 是 射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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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伯王的戰狼 這代表 伯王若非在附近 就是已經到了 極窗 再給他一劍 讓伯王痛失戰狼 你來解決 朱鑫姐姐 你可以嗎 你放心 我一定會親手殺了這頭狼 公主 我們到樹林外 讓他自己處理 走 到樹林外 你讓朱鑫姐姐殺了伯王的戰狼 你讓朱鑫姐姐殺了伯王的戰狼 這樣會不會太殘忍了 這還只是開始了 若他連這一關都過不了 殺一頭狼都怕伯王痛心 殺一頭狼都怕伯王痛心 往後 他還如何面對伯王 如何打這艱難的一仗 走了 我們回去吧 哦 可惡 不 可惡 可惡 快 19 我 你 竟然有人会救你 会救狼的人 普天之下 本王只认是一人 是1.5 3.5 2.3 4.6 5.6 5.6 7.7 9.7 快点过来 我们要回去了 竟然是汽潭师女救了战狼 他会是谁 登基大典在三日后举行 这几日啊 是八部首领 和各方庆功祝贺的日子 王兄多忙着剑客 肯定忙得不可开交 但 本公主会想法子 一定让你见上王兄一面 王大 谢谢你 摘星姐姐算我求你了 别再让我从你口中 听到一个谢字了 我能做得真的很有限 其他的还得靠你自己 让王兄改变心意的 不管接下来面对多大的困难 我都会克服的 现在要克服困难的是 集中那家伙 本公主不方便带着一群人 所以只好委屈他 在麻场里骑马分隐藏身份 他的脸啊 臭得都要可以杀人了 摘星姐姐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进去禀报王兄 等会儿带你见王兄 好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这么多病客都等着人照顾 你还在这儿偷懒 快走 我染了风寒 万一传染给了贵客 我哪不更失礼了 我有办法 为何死女蒙着面纱 他感染风寒 怕失礼于伯王殿下 所以已不蒙面 没事就好 还不赶快去给伯王殿下针酒 快去啊 快去 别抖 伯王殿下 伯王殿下请息怒 他是新来的 好多规矩还不懂 出去 是 他留下 保存您 扎一星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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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拜见宝拿公主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 在金帐外长得挺面生的士女 大概这么高 然后还挺漂亮的 小的看到了 他人在哪儿 现在在伯王殿下的 战杖里头伺候着 把你留下 不是要责罚 你无需害怕 本王只是想 确认一件事 刘鲑 请 摘星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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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侍女跟我说 这是博王的战长 我还以为 摘星姐姐跟博王在一块呢 让公主失望了 摘星这次 并没有跟随本王前来 博王跟摘星姐姐间谍情深 分开这么长一段时间 不思念哪 本王担心周车劳顿 摘星身子无法附和 特将她留在家里 她特别交代本王 跟公主之意 博王体贴之举 到底是疼爱摘星姐姐 还是只是想出来风流快活 不错 公主很了解本王 摘星不在身边 是挺惬意 那需要我找几名女奴 来伺候你失请吗 客虽主辩 自然是好 你 还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还以为博王 和一般的男人不一样 是真心对待摘星姐姐的 没想到 一样花心 用情不专 真是可怜我们家摘星姐姐了 公主有所不知 男人不同于女人 对感情 容易心生厌倦 爱的时候 是真的 不爱了 也是真的 博王哥哥 若哪天你真对不起我们家摘星姐姐 我耶律宝纳绝对不会做事不管 请博王谨记在心 本王会的 我有点花需要人少 这个侍女我带走了 请编 她刚刚没认出你吧 应该没有吧 若是认出来的话 她一定会当面揭穿 怎么会当着我的面 和你扯谎 刚才真是太惊险了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博王就拆穿你了 冤家陆寨 摘星姐姐 王兄说他要见你 等会儿你去换件衣服 我替你们准备好战杖了 晚点带你们去见王兄 好 这么说来 三个已经见过宝纳了 那他岂不是已经 知道你和马摘星的事情了 无论他知道与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王的态度 四殿下 大王正在等你和博王殿下 请 有贞 有贞 免礼 本王子睁开眼 就不断接见各方来世 好不容易偷得片刻清闲 聆听一下汉乐 大王 大王 有贞有没有打扰你休息啊 有贞 哪里的话 咱们可是一家人呐 来 坐 来 坐 有贞 本王与你久别重逢 甚是欢喜 但你离开之时 对本王的承诺 你可曾做到啊 大王 这才刚见面 你就抽查我有没有好好念书 你知道 我打小就不爱念书 这一碰到四书五经啊 我就头痛 想瞌睡 这是你亲口答应本王的 君子礼当众诺 本王要考考你 我 这 听好了 地为琵琶 路作思 谁人能谈 天为棋盘 星作子 君王对异 好 对得极佳 此句获略大度 胸襟开阔 不愧是威名远波 文武兼备的伯王 大王过誉了 大王之名方是威震八方 坐 坐 大王 我三个知道你 赤爱文人的诗词字画 特地亲自到各地去搜寻 甚至啊 求人割爱相让 作为您登基大典的祝贺之礼 来人 把礼物抬进来 请大王效纳 此为游蓝取谱 得知大王已寻找多年 特此送上 让伯王费心了 提醒大王一句 有些东西救了 就该狠心放下 无需念念不忘 那副前朝所赐的旗鼓 对我们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只是本王 没有费心地去处理罢了 比起旗鼓来 本王更珍惜伯王送的 这份大礼 伯王 你 伯王 伯王 此刻就在王兄的战杖 你现在进去 不是自投罗网了 我知道你们的担忧 但是此刻 我也想好对付伯王的计策 请你们相信我 宝纳 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 要不然就错过时机了 可 占星 你这次是真有计划 而非冲动行事 我答应过你 我绝对不会贸然与伯王 正面起冲突 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 若是等伯王离开 恐怕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宝纳 拜托你了 好 我这就去禀报 嗯 展星 你所说的计划 是否与我们在来的路上 看到的异象有关 不愧是吉冲 正如你所料 胡闹 没见王兄正在接待 尊贵的客人 怎么接见你的友人啊 晚些吧 王兄不能等就是现在 你的友人 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 非得逼得王兄立刻接见 你这样对伯王和友贞 太实礼了 不实礼的 哪人伯王也认识的 他可是伯王的旧人 公主口中所说的旧人 还真令本王好奇 嗯 伯王 你就好好期待吧 难保你见了旧人 是喜是忧咯 好 既然伯王不介意 好呢 带你的友人进来吧 是王兄 来 请 晒 relativ 王兄 我朋友来了 这就是我跟你提的 我在晋国最好的朋友 晋国川王世子李巨摇 宝纳 这 你何时去的晋国 又如何与他相识的 宝纳没去晋国啊 本公主与他 还是因为伯王之故 才有的生交呢 你说是不是要伯王 王兄都被你闹糊涂了 这晋国世子 怎么会出现在杨国呢 这跟伯王又扯上什么关系啊 急了吧 这世上还真是无奇不有呢 李巨摇见过大王 建国虽非弃谈盟国 但我与公主交情深厚 所以特此前来祝贺 为大王精心准备的礼物 还在路上 明日祭奠 必当亲手奉上 既然你们是宝纳的朋友 本王自然以礼代之 贺礼嘛就不必了 毕竟 名不正 言不顺的 大王 不如待见过贺礼后 再决定接受与否 宝纳 这位是 这 这 他原是马英大将军织女 马摘兴 摘兴见过大王 王世子和小女此次前来 特地恭贺大王即位 福泽万民 此次前来 是替天下苍生冒死戒严 还望大王勿怪摘兴的冒失 你是马英之女 又怎么会和晋国世子在一起 启禀大王 马家军已投靠晋国 他们此次前来 必是心怀不轨 还请大王下令 将他们逐出弃谈 慢着 马家军叛变了 伯王 为何你们刚才只字未敌 他们为其自身利益 丝毫不念及家福 为其卖命一生 不仅命国王暗中杀我父亲 更蒙骗小女下嫁给国王 这杀父仇人 以控制父亲的马家军 楚家 对待所谓盟友 淳王齿寒 吐死狗烹 也不过是迟早的事 国王 他说的 可是实情啊 他说的 都是真的 分开不难受 难受的 深两个心 曾没远离 必须向前走 但我没有说 唯一能改变我的爱是你 多相望的怀疑 本群 感谢你放任我 你心已倒流到开始爱 小孩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你心到那一秒钟 牵定牵着你的手 就这样一直走 我愿意等待 等待你明白 永恒其实就藏在 我们相信的爱 多相望的怀疑 多相望的怀疑 等去 感谢你放任我 你心已倒流到开始爱 小孩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protects 破壇 用做爱 多相こ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